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错了 烦恼就来 那个烦恼多得很 依照八卦的方位和他的六亲的方位 而产生不同的烦恼和病因 我们这一节要来为各位来谄解 皇子的正后方 住家的正后方有肉水炉 或是床位的正后方有肉水炉的时候 就只会伤到身体 正后方 若是坐东向西 就会伤肝 伤到脚 伤到长男 若是在北方 你会伤到中男 会伤到肾脏 肾脏 若是在床位的背后 有肉水炉 而且这个肉水炉 他的方位若是在前功 那就是会高血压 不在床位 而不在床位 在皇子的正后方 也是会高血压 那 这个例子我看了很多了 你把肉水炉换个地方 那就好了 最好 肉水炉 你把他放在虎方也可以 龙方也可以 两个都可以 总比中央好 因为皇子的气是正中央而来 你把这个气断掉了 那皇脑就到了 这一般人很容易忽略的 若是在昆方 胃肠非常不好 在西方 支气管非常不好 咳嗽 支气管 虾龟 这都是影响到人的身体 虽然现在都市的房子 但是这个真理 不管你都市乡下 都是一样的 影响到人的平安 所以这一点呢 我出去帮人看房子 看住家 常常发现的问题 那么今天我特别提出来 提醒各位 如果我们有办公室 办公桌 你后面 墙壁后 有个肉水炉 那头脑绝对不清 你冷气在头顶上 也头脑不清 后脑前 头是前挂 先天是前挂 那前挂的是属金 那后天的火 在那边烧 呼呼呼呼的 那就伤到头 高血啊 这个事 各位要小心 以此列推啊 这个极是风水学的奥秘 我们不要疏忽 不要忽略了 忽略了环老道 谁也帮不了忙 只有自己 求人不如求己 求自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 来改善啦 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